这人怎么不来找我 这人怎么不来找我 老板 这是新手机 这导确定要借了吗 这合同一千可就不能反悔了 相信我量一次吧 怎么了 还没想好 是你想好了 五哥 我们要为这次的 试验结果负责 要为所有可能 会被影响的人负责 可我们更需要 为汉汉的未来负责 这次借早你知道的 相知费了很大的心思 他很有可能知道 爸妈的事情 你对此不怀疑吗 那件事情和这件事情 是两件事 是吗 如果爷爷还在的话 就算他在 我也会要求你这么做的 我只是怕 你别人理由 你别人理由 说什么 今天好像也没有很忙啊 就是啊 怪神秘了 忙我好久了 各位搭档 我有个事需要你们帮忙 说说看呗 我呢 想要做一个更具体一点的方案 让实验对海还有岛的伤害 减少到最小 万一开采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也有危机处理方案 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金管少 你只管分配 给你 来了 这个是 现在能找到的安德鲁的全部资料 零零散散的 我就总觉得缺一根 给他 穿起来了 我建议你啊 好好地想一想 到底他这么多次找你是为什么 目的是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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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啊 很愉悦 我觉得 应该是跟我爷爷 留给我的平中传有关 留给我的平中传有关 我觉得 应该是跟我爷爷 平中 这 什么平中传 太阳那晚上干什么 跟你有啥关系啊 过来 说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走走走 说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其实我应该在十三年前的海难中 就已经死了